中共卫生部最近公布了对器官获取组织予以规范的新规定 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 人权组织和国家政要等都要求调查公布大陆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的罪行 有专家认为 中共不能以此变相回应活摘器官的罪行 施暴者必须对血债负责 中共喉生媒体8号报道 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实行最紧通过 新规定称 今后器官移植试点医院诸获得器官 需要由中国器官分配与共用系统来分配 据了解 美国UNOS是具权威性并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器官移植系统分配的组织 许多国家采纳这种做法 美国焉鲁大学医院圣科组织医生徐建超10号向新唐人表示 中共颁定新法 可能是尽量采取国际认可的游戏规则 给人水平再提高的印象 再一个就是国际的舆论 关于中国器官的遇知不完善 漏洞也很多 所以它要做得更好一点 至于它能不能实践下去 这个就很难说了 因为在中国什么事情 它根本就不透明 这些医学真心 它都是都为自己着想的 也是和器官 它不愿意跟外面的人去分享 也可能他们不会做 最近意大利 瑞士国会议员 达曼议会副主席 爱尔兰参议员 台湾立法委员 都要求公开及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实事评论家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客座教授张天亮分析指出 中共因是察觉罪行已经无法再隐瞒 因此卫生部出台这个消息 可能就是对活摘器官做一种变相的回应 因为它过去活摘器官这个事情 其实像卫生部门 武警 军队 法院 政法委 很多部门都卷入到活摘器官这个事情里面去 在真相应该帮它掩盖的情况下 需要做一些姿态 但是我想国家的回应 谁做了这个事情就一定要被这个学来负责任 新潮人记者梁新雄斌采访报道